在最新一期的《花哨》中,不少观众纷纷开始了吐槽的模式,更有不少网友表示不想看王安宇,从第一期的可爱,搞笑,能干到现在的凡人惊,王安宇的问题其实早已显露端倪。 第一期中,节目组宣布导游是胡先旭和王安宇,让两个人共同制定游玩行程,明明是两个人需要共同完成的工作,但王安宇在晚上就独自将行程敲定,这一点其实问题也不大,但问题是第二天他没有告诉另一位导游胡先旭自己已经定好了行程,也没有询问胡先旭对行程有何建议。 这一点细究起来,其实是有不尊重对方的感觉的,但是因为第一期大家氛围相对比较好,所以大部分观众都没有在意这一点,但是当后面他这种行为不断出现的时候,这个细节就会显得尤为重要。 后来在玩游戏街区的时候,王安宇不会沟通,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开始逐渐放大。 第二天所有人七点多起床,到游戏街区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半了,在开始玩卡丁车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半了,也就是在游戏街区漫无目的地逛就逛了一个小时,其实这个时候姐姐们已经非常累了。 她没有注意到已经累到不行的姐姐们,而是在赛车结束后选择继续玩耍,随后也没有询问姐姐们的需求就独自去买了水,结果迪丽热巴和秦海露都不能喝凉的,她只能把水给工作人员。 在回到酒店以后,秦海露表示,本身王安宇和马哥约定的是十二点半行李,结果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就已经两点左右了。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小问题,最终结果也对行程或者大家的兴致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所以观众也选择理解。 直到第三期第四期,她的问题带来的后续反应导致她个人情绪崩溃,再到影响团队,所以观众才会彻底爆发。 第三期中的问题是她和胡先旭的问题暴露,因为她一开始的独断与不沟通,导致她和胡先旭之间的决策出现分裂。 对于去英乐厅的行程,她本来要让大家八点起床,但胡先旭看到姐姐们希望多睡一会,于是定的十点起床,当下王安宇的情绪就出现了问题。 随后她找胡先旭沟通,表示胡先旭与自己没有站在一条线上,但其实问题的根本就是,她从未想过与胡先旭沟通行程,没有尊重过胡先旭的意见。 这一段的问题被胡先旭巧妙化解了,胡先旭既提出了自己的委屈,也提出了王安宇的问题,同时也给出了第二天行程安排的建议。 所以这一期结束后,胡先旭的好评持续上升,她的这段沟通更是被网友们连连叫好。 到第四期中,王安宇的问题再次升级,第一次是在音乐节上,姐姐们玩得正嗨的时候, 她却悟已未解姐们很累了,自行决定大家一起回去。 其实这个问题在去音乐节之前也已经暴露了,明显星直磊和赵昭仪是对音乐节很向往的, 于是他们提出了想去的就去,不想去的就留在酒店的安排,秦海璐也表示同意。 但最终王安宇却选择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让大家一起行动, 这一点跟第二季的伦敦桥事件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所以最终大家都去音乐节的结果就是,王安宇觉得有一些姐姐累了,需要回去休息。 但其实有一些姐姐还没有玩够,在最嗨的时候戛然而止,加上王安宇并没有告知原因, 所以不管是当事人还是荧幕前的观众,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另外在冒险专案时,两个专案各有两个名额, 妹妹赵昭仪为了让姐姐们玩,决定自己不玩了。 但是后来秦海露退出,王安宇却并没有询问赵昭仪的意见,而是自己顶了上去, 这一段也引发了不少网友们的争议,认为王安宇不尊重妹妹,其实妹妹很想玩。 当然这里也有节目组的问题,因为正片中呈现的效果确实是赵昭仪什么专案都没有玩, 所以网友会为其打抱不平。 但在加更版中,节目组却放出了在正片中完全被剪掉的全员参与专案高空滑锁, 不得不说,花哨的后期真是从未让人失望呀。 就此,王安宇在网友心中的印象一落千丈, 而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加更版中,嘉宾们说起情绪稳定的话题, 王安宇却自信满满地表示自己的情绪非常稳定。 秦海璐为了解适合为情绪稳定说了这样一段话, 男人20岁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武力解决问题, 30岁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嘴上骂骂咧咧等, 40岁的时候更多是要想解决办法。 王安宇听后脱口而出,那我已经是40岁的程度了。 这一刻不仅仅是车内嘉宾们的沉默震耳欲聋, 荧幕前不少网友的沉默也震耳欲聋, 大家终于意识到他真的不是内耗,而是自以为是。 也有网友说他就是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的年轻版。 因为有年轻帅气的滤镜, 所以大家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包容他的小问题, 但当同样的问题不断上演的时候, 观众就真的忍无可忍了。 对于节目组嘉宾来说, 他们以后可能会成为朋友, 也可能会成为合作伙伴, 而且他们拿住高薪参加节目, 可以包容一切。 但对于看节目的观众来说, 观看节目的兴致屡屡被破坏, 自然无法一忍再忍, 于是王安宇就成了这一季节目首各被网友吐槽的反派角色。 当然, 节目还只播到第四期, 王安宇性格上暴露的问题也是基于他是导游, 心理压力巨大的情况下, 或许当他卸任导游后, 他的优点反而会更加突出, 期待接下来的节目播出。 近期, 花少五, 星直磊对王安宇的态度更是成为舆论的焦点。 这一切究竟怪谁? 通过对相关事件的观察和分析, 我不禁毛色顿开。 首先, 星直磊对王安宇的态度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花少五的录制现场, 星直磊对王安宇显露出的冷漠态度令人难以忽视。 他时常面带微笑, 但眼神中透露出的不屑和嫌弃让人感到心寒。 这种明显的情绪暗示, 无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次, 星直磊的态度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 众多网友纷纷表达对星直磊的失望和愤怒, 认为他的行为是对王安宇的不尊重。 一时间, 关于星直磊的负面评论充斥住网络空间, 给花少五的形象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然而, 事实往往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据了解, 星直磊对王安宇的态度背后或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 作为一位演员, 星直磊注重形象塑造和角色扮演。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 他可能会有自己的戏剧效果需求, 这也可能是他对王安宇保持距离的原因之一。 其次, 星直磊的态度也可能与节目制作方的安排 有关。 作为一个综艺节目, 制作方往往会通过剪辑和编导手段来制造出一些戏剧冲突和悬念, 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星直磊的冷漠态度是否也是制作方安排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 除了星直磊的态度问题外, 花少五、 口碑翻车还存在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 节目的制作水准和品质并不如人们期望的那样高。 节目中出现的一些尴尬镜头和剪辑失误, 让观众感到不适, 这也成为了观众吐槽的对象。 其次, 选手之间的互动和化学反应也没有达到预期。 观众希望, 在节目中看到选手们的真实互动和友谊, 但, 花少五却更多地强调竞争和刺激。 这种偏离观众期待的表现, 无疑会对口碑产生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 星直磊对王安宇的态度只是, 花少五、 口碑翻车的一个方面。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某个个体, 而应该从多个角度去分析问题。 节目制作方, 选手之间的关系, 以及观众的期望都是影响口碑的重要因素。 只有在这些方面取得平衡和改进, 才能让花少五重拾观众的喜爱与支持。